各位地震老师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题目是《早夜立建筑》 早夜立建筑顾名思义就是将棗与房屋做结合 然后并将棗的培养器与房屋各处的设施做一个结合 然后我们将棗种以及水灌入培养器之中 然后再借由那个房屋里面内建的胖 然后将与座一个连结然后再将营养元气体打入培养器之中 我们此设计是将棗类培养器与家做结合 分别有棗类屋顶、棗类窗户以及棗类阳台 首先我们看棗类屋顶 棗类屋顶是利用阳光照着下来时 因为棗类具有一定的遮光性 所以当它照下来时可以使家里明亮 而且又不会太吃眼 以达到家里明亮效果 而且可以减少日光等的使用率 接下来我们看棗类窗户 棗类窗户也是利用使原理 当阳光照着下来时 利用棗类具有一定的遮光性 以达到可以使家里明亮也不会使其太吃眼 而且里面的水比热大 因此可以使家里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 以达到减少冷暖气机的使用率 接下来我们看棗类阳台 棗类阳台是利用当阳光照着下来时 会绿绿的 会达到美化绿建筑的效果 而且当人们在下面休息时 当头往上看时 可以看到这些绿色的棗 以达到舒缓眼睛的压力 然后此原理 原理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取代 生殖座物的根座面积 因为棗类本身会产油 然后我们将棗类就是养制在建筑物中 所以我们可以取代 同样也是可以产油的大豆 所需要的根座面积 所以我们可以再将剩余的根座面积 做有效的利用 然后第二个是节能减碳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羊枣需要很多的水 然后水的比了很大 所以比了很大 然后它可以吸收热量 然后又因为棗类本身就可以遮阳光 然后所以我就是可以使室内的温度变化不会太大 然后减少冷气机的使用率 这样可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然后再来就是棗类本身就可以行光合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通入含有二氧化碳的废气 然后使其行光合作用 然后达到减碳的效果 最后是可以美化环境 我们可以将棗类通入培养米中 再将培养米放入屋顶 然后阳台还有窗户中 这样一来可以使建筑物美化 然后又可以使我们就是 抒压解闷 然后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谢谢大家的明评